你们别过来 马上去给我准备一辆车和一百万 不然就别怪我不连香西域了 还有你 快给我停下来 你爱咋地就咋地啊 你们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的女同伴都不要了吗 兄弟不是我说你 你看到这边三个了吗 你随便抓一个都是你赢啊 你咋就偏偏抓了个女保镖 而且是王牌的那种 保镖 你是王牌女保镖 姐 我错了 轻点呀 不要呀 十三先生 要把她带去捕快呢吗 人家都漂洋过海来找我了 怎么能送给捕快呢 阿强呆勒 把她埋了算了 啥 埋了 你是在开玩笑吗 小七 静静 丽丝 走我们继续玩 不要管他们 刚才那个人很搞笑 你知道吗 既然去劫持静香 真是个憨憨 大哥 你快看那桌 一个男的带着四个美女呀 个个都是这么漂亮呀 羡慕死我了 我们是输在什么地方了 不行 我看不下去了 我要去找他们麻烦 我得踩一踩那个臭小子 然后展现下我的魅力 说不定能获得一两个美女的芳心 你们两个给我挺好了 现在开始你们叫我白少知道吗 能把吹成什么样就吹成什么样 越高大上越好 知道了老大 这不是那个谁谁谁的吗 你怎么带着个编织袋做什么呢 难道是剪破烂的吗 你还真聪明 我就是剪破烂的 剪破烂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我认识你吗 我是白岩木雅 你是看我现在混得好 怕丢脸不敢认我吗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的呀 难道是中学的同学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白同学 你有何指教吗 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请不要打扰 我们吃饭可以吗 我呸 你个收破烂的懂不懂规矩呀 白少可是那个地豪集团的执行总裁手下工作的 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十多万以上的 你这个收破烂的在白少面前连个屁都不是 这小子真把我吹上天了 地豪集团的那可是庞然大物呀 一个收破烂的应该也不会懂 我就能装就装了 就是 我们白少一身衣服行头 也就几十万而已 你看白少这条皮带 也不过三四万而已 估计你这个收破烂的的收个几年也能赚到这些钱吧 这两小子还真能吹 不过我这衣服就是地摊买的 那个收破烂的该不会看出来吧 一个收破烂的应该不懂这些 希望他看不出来 你说你是在地豪集团的执行总裁手下工作呀 怎么没听硝烟提起 现在能直接接触到硝烟的助理只有苏珊吧 你要是在地豪集团工作的 那你肯定是在摸鱼 不然我怎么都从来都没见过你 难道这位美女是在地豪集团上班的 这不是要露线了 我还没装够呢 这位小姐 你这种想法就不对了 总裁手下的助理可不少 而且我都是被派去出差的 而且地豪集团那么大 你没见过我很正常 而且我认为他收破烂的 根本不配和你们一起吃饭 如果小姐们不嫌弃的话 我请你们去八星酒店用餐 我就说 怎么没事就来个搭讪的贵公子 还一直在嘲讽我 原来是奔着这四个丫头来的 我这是招人嫉妒呀 不了谢谢 我们只和十三哥在一起 请你离开 我说同学 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磕个头 然后给我喊个歌 说不定我心情好 就给你介绍个好点的工作 谢谢你的好意了 我觉得我说破烂挺好的 好个屁 就你这捡破烂的 我猜你都是住出租房吧 就是 我老大可是住着四百平米的大房子 开的是大鸡 我看你这辈子都没住过那么大的房子 没开过那么好的车吧 你少在白上面前装 你就是小虾米 你根本就配不上四位小姐 赶紧给我离开他们 这辆货给我越吹越离谱了 车都没有还大鸡 大鸡我确实没开过 我都是开不加底 不加底又是什么破车 该不会一辆一辆弯的老爷车吧 这几个憨憨 说得自己这么有钱 怎么连超跑都不认识 收破烂的同学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马上放下四位小姐姐马上滚 不然你说我随便给个几万 会不会有人为了她来揍你 你们几个哈哈 要不是要给装十三的机会留给十三哥 我真想把你们这几个小卡拉米给撕了 老大 我来了 萧嫣来得正好 刚想问你 你什么时候手下多了他这个桌地 我手下好像没有这个人呀 你谁呀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赶快给我让开 你不是说你在地豪集团 总裁手下工作的吗 怎么连总裁都不认得了 老大他好像真的是地豪集团总裁 萧嫣 玩独子了 我这是在大佬面前装杯的 装着装着真的把地豪集团的总裁 被人给装出来了 而且地豪集团的总裁 还叫这个收破烂的做老大 我这是冒犯了哪个大佬了呀 小纵 十三先生 这个人嫁猫那么集团的人 那么似可以拿他们松刀不宽呢 高塔的起扎锥 简破烂同学 不对 大佬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们吧 哈哈 我只不过是个简破烂的 刚才不是还叫我滚来着 对不起 我错了 大哥 爸爸 爷爷 我真的错了 我不应该在你面前装杯 我不该觊觎大佬的女人 老大我们处理好了 啊 这不是俄哥和强哥吗 怎么也叫他做老大 这也太疯狂了 我也太疯狂了 既然没事来找他麻烦 还有你吗 哈哈 大佬 这不管我施亚 帮我走吧 是他叫我们这样做的 其实他没房也没车 身上的衣服也没有几十万 只不过是些低碳货 是他让我帮他撩妹的 嗯 施亚大佬 是他让我们能怎么吹就怎么吹 所以我才说他在地豪集团工作的 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混子 都是他的错 不关我们的事 您就放过我们吧 你们两个是有事还真跑呀 看我今天不给你们拼了 呸